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主持人Cherry 皇家骑警称在BC省内陆三文湾一个农庄所发现的人体残骸 已证实属于其中一个18岁失踪少女,吉尼鲁兹 警方称搜查该农场及附近地区的工作正继续 暂时没有指定嫌疑人,而警方现在把事件列为死因可疑案件处理 吉尼鲁兹最后一次与人联络是在5月29日,地点是维农 上周五,急警要求吉尼鲁兹的父母提供血液样本,以便检查血液DNA 同日,他们到当地的急警分区抽血 目前,警方还未针对吉尼鲁兹的死提起任何诉讼 但是警方称死因很可疑 警方将继续搜查农场,与吉尼鲁兹一起失踪的还有另外至少4名女性 都属同一地区 早些时候,皇家骑警称,推测失守残骸与失踪女性有关为时尚早 目前,他们称已经联系了其他家庭,并告知他们案情的最新进展 警方表示,他们仍在搜查农场,并且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仪器和设备,协助调查人员工作 大温的豪宅区有哪几个,熟悉这里的人都能脱口而出 温西,桑纳斯,Southwest Marine 比起顶级豪宅区逊色一些的,也有列治文的Tyranova,Burnaby的Deer Lake等等 但就在近日,北温房王横空出世,挂牌价竟然高达惊人的3600万加币,接近2亿元人民币 毫无疑问,它是北温哥华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套别墅 即便放眼大温所有地区的豪宅成交记录,都能排进前10名 先说说它的面积,一般豪宅区的豪宅,土地面积在3万尺以上已经是非常大的了 这套位于北温的豪宅,土地面积有14公顷,绝大部分都是由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覆盖的 仿佛坐拥一个超大的公园,房屋本身的面积是9500尺 上一任房主在1985年买下了这套房屋,房主是一名温哥华的商人 这套豪宅的风格既有加拿大元素,也有日系元素 四个卧室,但亮点是在它巨大无比的前后院 目前,整个北温的独立屋平均售价在170万左右 这套3600万的豪宅已在同区均价的20倍以上 即便是和西温的310万均价相比,也贵出了12倍左右 而和温西独立屋均价比,则正好是10倍 不过BC Assessment对这套房屋的估价只有570万而已 比标价低了6倍之多,屋主这开价绝对令人费紧 BC省政府周三宣布委托国际知名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 对BC保险公司的运营进行检讨 包括确认公司业务浪费,寻找防止诈骗和超额计费的方法 以及提出针对ICBC业务改革的建议 独立检讨将随机抽掉100份文件进行全面分析,类似税务省 但主要是针对业务层面,目标是减少浪费,额外开支和降低成本 沈绿镇厅长尹大卫表示,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让沈明对ICBC重拾信心 他说,普华永道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将协助ICBC为公众提供和改善服务 ICBC董事会主席麦菲强调,ICBC董事会和其余资深管理人员承诺会积极配合 从而让ICBC迅速找到有效改进的方法 除挑选100份文件以外,普华永道还会就ICBC过去5年的运行记录展开调查 预计会在2018年初将相关的报告递交给省府,之后会把报告向外界公布 另一方面,ICBC由周三开始调升保费,以填补亏损 新收费下,基本保费将上调6.4%,选择性保费首计增加3.1%,期后逐步增加上限至9.6% 昨天,联邦政府宣布了针对移民的大好消息 三年内将吸收100万移民,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但有人却认为,这样的移民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并不符合国家经济以及社会利益 新民主党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评论员关慧珍表示失望 国会议员关慧珍表示,31万的数字并不能支持加拿大在家庭、社会、经济和人道上的需求 关慧珍指出,自由党上台后过去两年目标都维持在30万,未到总人口的1%,新民主党一直的主张是1%或35万人数 首先,在家庭方面,加拿大的移民家庭,在父母及祖父母移民家庭团聚方面有极大的需要 今年至今,政府接受了9万多申请,是政府年限额的9倍多 该类移民对申请人的收入要求也定得很高,因此并不对政府或社会造成负担 因此,关慧珍一直主张取消此类别的限额 在经济方面,加拿大严重缺乏劳工,令政府输入临时外劳的数目比难民和移民的总数还要多 劳工不足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另外,在技术工人移民类方面,政府应该按照家国的经济需要平衡地接收移民 新的移民数字只就高技术移民做出提高,低技术和商业移民数目维持一样 关慧珍坚信,如果能在加拿大工作,那应该可以留下来的原则 加拿大会议局的研究提出,加拿大明年移民应该升至45万 温哥华市议会周三就歧视华人历史向华社道歉报告进行表决 市长及市议员共11人全票赞成 通过市府职员为此提出的建议 市府职员将就正式道歉展开筹备 预计明年4月举行道歉仪式 道歉文本将以当年温哥华华侨中使用最广泛的广东方言中的台山话读出 此后也将录制广东话、普通话等华语语音版本 连同英文、正体及简体中文的文字版本 一同在温哥华市府网站公布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温市府职员历史一年完成一个名为从排华到平等公民权利 检讨早期华裔居民面对温哥华市的歧视政策报告 并由周二由温哥华社会规划师黄永安向市议会陈述 市议会对此讨论后 周三下午听取社区人士对该报告的意见 有11人登记 其中9人到场发言 他们就盗窃事宜及如何保护温哥华华富遗产 提出很多具体建议 温哥华市长罗品信表示 强烈支持盗窃报告 以及其中提出的建议 他说就歧视华人历史向华社道歉 是温哥华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是足以文化保护的重要一步 道歉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代表温哥华能正视过去错误 也发出一个强烈信息 种族仇恨在温哥华没有容身之地 他也建议将来温市在对一些建筑物命名时 可以考虑华社代表名字 以示表彰 BC省阿伯斯福尔国际机场总经理星度表示 一间新的廉价航空公司 计划于明年开辟一条新的航线 除了可以直飞安省哈密尔顿以外 稍后将飞往美国 墨西哥及加勒比海等地 据悉 廉价航空公司届时会采用波音737客机 每座航班座位为189个 此外 此航班和其他廉价航班一样将收取额外行李 座位饮品等费用 此外 位于卡尔加里总部的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萨里塔斯基表示 有可能与美国航空及达美航空联手经营 增加乘客数量 及分享彼此的航班安排 他称 目前廉价航班已成为航空公司的竞争火热市场 苹果公司iPhone X手机将在11月3日开售 美国华尔街日报测试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的高科技脸部识别系统 经测试发现 即使机主戴上帽子和眼镜或身处黑暗环境 系统仍可变出 但该识别系统却被三胞胎烤倒了 iPhone X的高科技脸部识别系统是利用由相机及传感器组成的复杂系统 辨认机主脸部特征 确认后便可解锁 报道称 测试者在专家协助下用硅胶制作了一个导膜面具 但有不少破绽 例如面具缺乏真人皮肤的光滑度 脸颊轮廓和鼻子也不及真人般自然 因此也被iPhone X识破 但据测试 iPhone X的脸部识别系统也有漏洞 双胞胎或三胞胎能够成功骗过它 据美媒测试 8岁的三胞胎兄弟中 其中一人在iPhone X登记面容后 另外两人仍能顺利解锁 据悉 苹果公司曾提醒 儿童脸部轮廓转变较快 系统或未能识别其明显变化的面容 据相关媒体报道 目前有议员提议把土著人节作为法定节日 如果这个提议顺利通过 那么6月21日将成为加拿大的法定节日 在这一天不但不用上班 而且还能照发工资 小伙伴们是不是很开心呢 据悉 6月21日目前是加拿大人的土著人日 不过在西北特区和玉空特区 这一天已经是当地人的法定节日了 据了解 在加拿大全国设立土著人节的私人议案 已在联邦议会二读通过 预计在12月8日 在联邦议会众议院进行辩论 据此 提出其案的议员说 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当政的情况下 他的议案获得通过 成为法律的机会很大 是为了促进土著人 与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和解 议员指出 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上台后 多次公开表示 与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土著人 即土著人与欧洲移民混血后代 梅蒂斯人的关系 是他的政府要优先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 他提出的设立土著人节法定假日的私人提案 应该会得到包括执政党自由党议员在内的 多数联邦议会议员的支持 感谢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